清晨6.8 顏色 鄉行車來到路口 減速看了一下 有位沒車準備駛出 突然左邊一輛黃牌重機高速衝了過來 來不及閃避直接撞上鄉行車車頭 騎士飛到半空中 轉了一圈 重重摔倒在地 騎士因為撞車摔飛 頭部受創右手臂骨折 消防隊到場要將他抬上單架 他痛的娃娃大叫 就起來了 腰花了 現在正在發生車禍 上班途中看到車禍 結果是他騎機車 一旁還有學校教官路過看到車禍 主動上前幫忙 沒想到騎士的安全帽拿下來 發現他竟然就是自己學校的學生 這樣子 好像很驕傲 成功意外發生在苗栗院里130縣道上 凌晨6點半 這一名17歲高中生 無照騎著朋友借來的黃牌重機 要去學校的路上 經過路口跟箱行車撞在一起 不但整輛重機車頭撞毀 自己也受了重傷 被路過的學校教官出手幫忙 男高中生頭部受傷 右手骨折 警方表示雙方經過路口都沒減速 才會造成車禍意外 但高中生無照 騎著重機還是跟朋友借來的 不但自己得挨罰 把汽機車借給沒有駕照的人使用 這一名車主違法 也會被罰6000到12000不等的罰還 TV新聞謝古金 苗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